大家好,我是Stan 根据11月20号法律接等的消息 韩国国家科学调查院对GD的头发进行了精密监定 并通知了人传警察厅毒品犯罪调查对结果 显示为毒品阴性反应 韩国国家科学调查院表示 指甲的监定结果尚未出炉 因此先将头发的监定结果通知了警方 GD好可怜 希望能毫不留情地对那些酸民黑粉进行法律制裁 千万别放过他们 GD真的很让人感到惋惜 如果收集论团上GD的精神病黑粉 应该能装满好几卡车 就趁这机会全部告上法庭吧 希望他能好好保持心理健康 警方太明显地泄露调查信息 我认为应该让媒体和警方真正承担起责任 防止再发生这样的恶作剧 那些嘲笑GD 希望他是毒品犯的网友们 也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等待GD的新专辑回归 下个消息是 一名30岁女性闯入了首尔一家音乐剧的化妆间 攻击了Super Junior Q.Kan 这件事发生在首尔江西区马国董的音乐剧场 该女性被指控在19号下午6点左右 入侵化妆间并挥舞了凶器 而在制止她的过程中 在化妆间的Super Junior成员Q.Kan 因为凶器受了伤 据了解这名女性在攻击前一天 观看了该场演出 并在事后前往了化妆间 而她与演员们并不认识 首尔江西警察局表示 该女性以特殊恐吓罪名 在20号被当场逮捕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保安怎么回事啊 幸好曲纤没有受重伤 听说只是手指轻微擦伤 幸好没有受重伤 曲纤为什么总是遇到这么多困难的事呢 曲纤的最后一场演出 是在星期六就已经做了 昨天是整个剧目的最后一场 所以她是为了向演员们之一而前往的 她通常都会在自己参与的作品的 最后一场演出时到场 昨天回家时她还打开窗户 向粉丝们打招呼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唉 曲纤加油 上次我们看了 各团身高最高的女爱豆排行 所以今天要看什么呢 各团身高最矮的女爱豆排行 这个身高是参考了成员们 自己在节目中说过 或者是官方提供的资料 可能也会有错误 或者有漏掉的人 是我的错 我的错 希望大家能用留言来补充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到下来 还有三代 MUSIC ión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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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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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